OK 同学们 今天我们来比较这个分数 OK 那么在我这个左手边这边呢 它叫做八分之六 OK 它有分成八个部分 一个 两个 三 十 五 六 七 八 八个部分 所以这边是涂了颜色是六个部分 所以是八分之六 这边呢是八分之二 所以涂了两个黄色罢了 OK 在我左手边这个蓝色这个呢 张开嘴巴的叫做大咯 就说在右手边这边呢 这边呢是大的 左手边这边就是小的 所以呢 我看到这个情况 因为在我这个比较大嘛 所以张开嘴巴的是这个 这个这个 所以我现在要选这个 所以这个呢 张这边比较大一点 所以张开嘴巴了 所以这边比较大 这边出了六个哦 所以呢 这边 OK 八分之六这个比较大 OK 如果我选这个的话肯定错的 我试看选这个 OK 错了 所以肯定是这个 OK 这个八分之四 这边八分之二 我试看选等一 也是错的 所以对的呢 应该是对的应该是张开嘴巴在这边哦 所以是这个 所以八分之五比较大 所以张开嘴巴这个 OK 这个八分之四的八分之四一样 所以是这个 OK 八分之八这边图案比较大 所以肯定是这个 OK 就是这样子比较分数我们哦 因为你要看的形状是一样的 才可以比较的 如果形状不一样的话 是不能比较的 OK 所以在最后这里 这个表达 所以今天讲比较分数就讲到这里 OK 接下来我们看这个 分子相同跟分母相同哦 OK 好像这个分子相同的 那么我有一个例子是这样 这个叫二分之一 这个叫三分之一 所以我们看哦 现在我们比较哪一个比较大 所以当这个分子相同的时候 OK 我们看这个下面哦 如果它越小的话就是越大 如果这个越大的话 它整个就是越小 所以算起来这个叫做 这个大 OK 然后这个小 话句话说呢 我应该要我应该要这样讲哦 二分之一 比 比三分之一大 OK 就是这样哦 所以 记得分子相同的时候 如果这个是小的话 整个就是大的 如果这个和这个比较 这个这个 这个号码比较大的话 整个它是比较小的 所以换换句话说 这个是大 这个是小 OK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哦 这个分母相同的 就说这个是相同的 刚才也是分子相同嘛 现在是分母相同 当这个分母相同的时候 我们比较容易一点哦 我们看这个如果它是三 就是小哦 三和五比较起来 好像就这样你就遮着它 这个哦 五比较大嘛 三比较小 所以三比较小 这个比较大 所以换句话说 我应该要这样讲哦 八分之三比 八分之五小 OK 你要这样写哦 你要这样写哦 刚才这个呢不一样哦 二分之一比 三分之一大 OK 通常这个呢 我讲写呢 就是要看这个 如果它是大 这边就写大 如果这个是整个是小的话 这个就写小哦 OK 所以这个是比较分数的哦 好 谢谢观看